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人民日报阅读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 希望你相信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白走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这样的话我也听了不少 尤其是当我正走在弯路上的时候 每每抱怨,爸妈长辈便会用类似的话来搪塞我 那时候的我是弯弯不肯相信这些话的 总觉得弯路就是弯路,多余就是多余 只不过说得好听而已 直到那些曾经的弯路变成现如今的垫脚石才恍然大悟 大家惩不起我,那些弯路真的没白走 我曾经是动如托兔的幼儿园教师一名 现在是静如厨子的新媒体小编一枚 两者相差如此之远,我是如何做到的 这还要感谢曾经那些在当时被我认为是多余的工作经验 在我做幼儿教师的时候,新媒体刚好兴起 没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感觉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正经幼儿园 于是,当时整个幼儿园教师里最年轻,最有电脑经验的我便被委以重任 但其实,我的电脑经验仅限于玩一些小游戏 至于公众号,只看过没做过 没办法,我就这样被任命为幼儿园新媒体小组组长 组员,赞吴 我自己摸索着,研究着,开通了属于我们幼儿园的公众号 当时真的很崩溃 白天上班,有一群令人疯狂的熊孩子 晚上回家,还有一个令我崩溃的公众号 其他同事下班吃烤肉,我下班更新公众号 其他同事回家追网剧,我回家更新公众号 其他同事周六日去郊游,我周六日更新公众号 这样疲惫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新媒体小组逐渐壮大起来了 我把我的经验,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与组员们分享 后来,我们的公众号变成了幼儿园的一个特色 再后来,我凭借当时创立运营幼儿园公众号的经验 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当时让我那么疲惫,曾经嫌弃至极,觉得毫无用处的工作 竟然变成了后来求职的一份宝贵经验 原来,绊脚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真的可能在未来变成敲门砖 我在空余时间,还是个爬山爱好者 有一次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爬山 山上的路被茂盛生长的野草和大树遮掩 隐隐约约,断断续续 于是,我们偏离了既定的路线 找不到原本的大路,只好自己开辟一条山中小路 深一角,浅一角,七弯八拐 拐着拐着,竟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瀑布 夜下斜阳照水 阳光透过树叶照在瀑布下面的水潭上 光影斑驳 一瞬间,我们大家都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周边标志显示 瀑布这里没有前进的路了 只能原路返回 但在回去的路上 没有人抱怨刚刚走过的那些多余的路 反而庆幸自己能看见如此美景 所以你看 有些我们走过的看似多余的路 说不定就藏着动人的风景 有时候我们会抱怨 这件衣服网上看着那么好看 穿上一点也不好看 早知道不买了 在一起后还是要分开 早知道不谈恋爱了 可如果我们没有买过那件衣服 就不会有试穿的机会 更不能评价出个好坏高低 如果你们不曾在一起 那你的人生会一直充满遗憾 回忆起它的时候 你总是会想 如果当时在一起就好了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拥有可以回忆的美丽曾经 我知道 当有些路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谁都不会理解它存在的意义 但是当有一天 你的弯路也像我曾经的弯路一样 变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与美丽经历史 希望你还能想起 自己曾在那些路上努力坚持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阅读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阅读文章 请下载 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你好梦 晚安